近日,朱一龙在微博发了一张手持道具辣椒的图片 并配文,天太冷了,吃点热乎的 网友纷纷猜测,朱一龙终于要进山挖土了吗? 没错,10月11日,由南派三叔担任总监制、总编剧的盗墓笔记重启 在横店举行开机仪式,爆出了不少路透照 从照片上看,南派三叔和陈楚河、黄梦颖等人亮相 但之前官宣过的吴邪朱一龙以及吴二白虎君并未现身 而10月30日当天,咱们居老师微博表示 开挖并附上两张剧照,虽然没露正脸 但大家都被居老师的逆天睫毛给惊到了 纷纷表示,这个睫毛也太好看了吧 就是满脸污垢,还是抵挡不住盛世美颜 更夸张的就是,哥,你是用睫毛挖土的吧 如今看来真的是要吓抖了,重头戏即将上线 但是这部剧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,很多角色都没有官宣 但是现在我们除了知道以上几位 这部剧最大的反派叫老板,是谁还一直没有官宣 但是从目前阵容来看,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咱们就坐等惊喜吧